限制了出来吃东西 人家输一点 四人一张桌减少聚会 这些措施都挺好的 我觉得是真的尽量 没有那么多 可以不出来就不出来 都不方便的 有时多几个家人 就要分开 尽管对生活造成不变 民众还是高度配合防疫 香港政府也宣布 管控餐饮业务的限聚令 也就是餐饮场所 入座率不得超过一半 不能有多于四人同座一桌 延长到4月23号 而肺炎疫情 也冲击到香港金融市场 基金交易网络Castone 数据显示 今年3月在香港买卖的基金 遭到大举赎回 撤出金额高达135亿港元 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的赎回潮 远高于去年反送中期间 5月跟12月时 33亿和38亿港元的赎回记录 这一次的资金撤离 不仅来自于整个全球经济的担忧 可能来自于对香港 未来前景的一些疑虑 从反送中以来 所潜藏在的隐忧 然后再从中国大陆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影响 大家也去想说 整个香港的经济 受到的冲击 会比预期还要来得大 国际公卫议题 冲击市场信心 香港金管局也史无前例 减少发行外汇基金票据 向市场放水200亿的港元资金 希望减轻企业借贷压力 不过香港还面临 更多的潜在危机 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人 Kyle Bass置井 美国跟英国将撤销 香港经贸特殊地位 因为香港已经失去自治 Kyle Bass更直言 香港政府领导跟警察 不值得信任 中国也在违背 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金融自由度 政治的干扰程度 甚至司法面的管制 这个我觉得是外资最担心的 诗称香港金融最重要 就是防地产跟金融 那金融的地位 从应该在今年 发布出来的一些 所谓的经济自由指数的部分 香港是有跌出了排名 地产我觉得跟经济的前景 甚至你说光光也好 我觉得它是match在一起的 其实从反送中事件 就看得出来 整个香港的经济 跟光光是全面的萎缩 国内专家进一步分析 香港潜在隐忧 国际资金恐怕将更青睐 其他新兴国家市场 保守看待港股后市 而近期外资报告方面 外资Morgan Stanley相对乐观 看好港股提供潜在高息 也具防守性 调升评级到与市场同步 而恒生指数 本周跟随国际股市反弹 9号上涨329点 来到24300点 重返24000点大关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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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